距离华晨宇2021年火星演唱会到即时两天 华晨宇的工作室终于在社交网络上面晒出了2021年华晨宇全新火星演唱会的主舞台照片 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主舞台与之前的舞台有着非常大的差别 而根据粉丝爆料 这一次的舞美进场提早了两个月 足以看得出来舞台布置的实掌以及规模有多么的大了 而这一次曝光的舞台分为红色色系和冷色调色系 红色是华晨宇的因原色 整个舞台看起来十分的有感觉 蓝色的舞台看起来又十分的静谧 除此之外 舞台下的似乎还有荒无知的的特殊材料铺场 映衬之下的舞台上面还有雕塑的鲜花 华晨宇在发布这一次主舞台照片之后 并且配文称荒无知上春暖花开的文案 看起来这一次的舞台十分的有深意呢 作为国内新阶段90后歌手领军人物 华晨宇这两年确实给我们带来了相当不错的音乐作品 这一次的全新规模演唱会其实在2018年就已经有预告了 华晨宇表示 希望每个火星人都可以像回家一样来看他的演唱会 这一次演唱会的形式也是前所未有的 超过四个小时的表演 30首歌曲及以上的表演曲目 全程战票也确实算得上是演唱会上面的开拓者了 华晨宇这一次更是首次担任了总导演 作为表演任何总导演的双重身份 对于火星演唱会的理解也一定会更加的深刻 而这两年华晨宇无论是在音乐上面 还是在时尚价值商业代言以及综艺品牌上面的能力都是相当的不错 整个人即是实力派又是流量 可以看得出来又有流量又有实力的歌手 在娱乐圈里面的数量确实是非常的少 而华晨宇在前一段时间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自己会在明年推出自己的全新专辑 并且透露了这一次专辑里面的曲目将由八首或者八首以上 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了 而这一次火星演唱会的预热活动也确实已经让很多的网友十分的期待了 作为娱乐圈里面的顶流歌手 华晨宇的现场带动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强 几乎在每一年的跨年演唱会上 就可以看到华晨宇的音乐功底了 每一年的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的态势 四面台的表演 体育场演唱会以及万人演唱会 华晨宇每一年都有挑战 这两年他的歌曲也越来越被大家接受 从2017年开始 华晨宇演唱会的舞美团队就已经非常的到位了 整体舞台变幻以及灯光变幻 现场和华晨宇走位以及舞台设计都是非常完美的 2018年更是直接登上了鸟巢 成为了首位在鸟巢演唱的90后歌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词转发 年开月 Lan recharge İyi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